好了, 大家好, 今天是3月26日 回到明報BUSHER賣身GIG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去看看納子 昨天說完的DAO, 都叫做跌了下來 今日的納子是怎樣呢? 如果看看納子, 其實上個星期五 應該說是前個星期五 在3月15日做了一個轉期之後 你見到納子曾經跌過去的 現在跌到18點, 正在30天 moving average 頂住了 然後你見到上個星期一口氣就抽了上來 當然主要原因就是 鮑威爾就表示今年之內會減息三次 你見到美股一口氣抽上來 最高納子期貨做到18,700 但當時其實你在上個月 在月頭的時候 納子期貨都做到18,700 做了兩個頂之後 其實過去兩天兩三天 星期五、星期一 現在都是叫做反覆偏受壓的 他就沒有再進一步上去 暫時來說 你要完全看淡的納子 就比較困難的 因為他始終都是一個上升的走勢 但是上升的走勢的情況之下 你見到現在的動力 就可以這樣說 不是很舊的 即是他不是一個強勁再破頂的動力 那現在下一步呢 就看看他會不會出現調整 如果像Dow Jones這樣調整 最重要是看他會不會穿回30天 其實你可以看到的 過去由去年11月開始 他每次落到30天線都可以上升 每一次都是 現在就算是四無日 那一天3月15日 落到30天都會上升 現在你很清晰的 就是下面的30天線 是怎樣都不應該失手 現在在今天來說 30天線大概是18,164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納斯達克指數的支持位置 一旦失手的話 你相信納子多數都會再深度調整 所以變成在現在的水平 你如果持有納斯達克指數 繼續向上看 現在沒有問題的 但是條件上面 就一定不可以穿得30天 就是這樣 相反如果你要看淡 就稍微會距離一點 因為他始終都是一個叫做上升的勢頭 你就算現在這一刻 你預計他做兩個頂上不到 然後走下去 你都是很早偷步的 所以最理想 等他跌穿下面 18,11 你可以看深一點點的調整 否則的話 暫時來說 你正常在這樣的水平 應該是setto position 就是那些好倉 轉做沒有倉 就未必是做一個淡倉 但是如果他沒有 即是如果市貨路跌下去 那你就多數都會 會有機會轉身去做一個淡倉 就會這樣看的 暫時就停了在這裏 等他過了復活折架 看看他那個走勢 是不是都是上不到 18,700 而反而跌下去 18,11 如果他做到這個動作 所以市貨路跌下去 多數都會出調整 跟隨到Dow,S&P 甚至環球股市 向那調整 就會這樣去分析 好了 暫時來說 那納子沒有強 但問題就是還沒跌 就是這樣看 好了 那今天就這麼多了 有問題就留言給我 Bye bye